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高调奢华 他们身穿泳衣在游艇上举办私人派对 几位美女欢呼雀跃 紧紧围绕船长嬉戏玩耍 接着又拍下一张大合照留作纪念 他们举办派对的目的 一来是庆祝同伴即将举行婚礼 用这一场微不足道的派对告别其单身生涯 二来是让同伴安娜早日走出丈夫死亡的一脉 原来就在不久前她刚和自己丈夫吵架 结果对方赌气之下强闯红灯 被侧面驶来的卡车撞飞出去 她陷入自责之中 每次下班回家恍惚间还能看到丈夫生活过的痕迹 可她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假乡罢了 即便是身上有不舒服的地方 安娜的无人倾诉 渐渐的她学会要独自面对生活 毕竟生活还在继续 日子也得往前看 安娜作为一名营销师擅长拿捏顾客们的心理 更懂得什么叫做茶阳观色 还没等客户开口就已经说出对方关心的问题 她往往会站在客户的角度上 给予最佳的解决方案 因此安娜深得客户们的赞赏 完成一天的工作后 她来到一家高档诊所检查身体 然而令安娜想不到的是 当她迈进医院大门的那一刻起 她的人生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安娜碰到自己的主治医生 看上去非常年轻 哪怕戴着口罩 也挡不住其帅气逼人的面孔 医生名叫乔治 态度温柔 技术过瘾 很快卸下安娜的防备 开始为其检查身体 经过一番初步检查 她判断对方患有纤维腺瘤 至于是良性还是恶性 需要对肿瘤进行活解 为了避免出现物诊 乔治又找来另外一名 看上去就很有资历的医生 对方明显年纪更大一些 相比乔治也拥有更多的经验 她在上手之后 得出与乔治相同的诊断结果 并且预定于三天后 进行微创取样 自从见过乔治之后 安娜就变得魂不守胜 她找到企业家兼闺蜜白猫 借助聊天的方式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不想继续想着乔治 然而内心又期待着 再次见到乔治 很快就到了活体取样的日子 安娜静静躺在病床上 眼睛紧紧盯着面前 努力工作的乔治 都说认真工作男人最有魅力 此刻她的一举一动 都深深烙印在安娜心中 在手术结束后 乔治答应对方的请求 摘下口罩露出真容 果不其然是个帅哥 安娜心愿意骂 脸上泛起微微红韵 要到对方的联系方式后 便每天关注对方的朋友圈 这天晚上 安娜和闺蜜齐聚一趟 开始讨论同伴婚礼的布置计划 所有人都兴致勃勃 只有安娜心有所思 她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没过一会儿 乔治给其打来电话 表示纤维线流是良性肿块 目前是取出其最好的时间 安娜听闻 询问什么时候进行手术 乔治则表示 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同时 她不打算成为主导医生 因为自己对安娜产生好感 这可能会影响工作状态 为安全起见 她希望对方能换个医生 尽管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专业性的提议 但就算傻子也能看得出来 乔治对安娜也有好感 挂断电话 安娜回到席位 借口自己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 言语中 丝毫没有提及乔治一事 闺蜜们也没有在意 举起酒杯 很快进入状态 聚餐结束 安娜找到男闺蜜长发哥 在所有的疫情中 只有长发哥和安娜关系最近 并且她还是一名心理师 安娜对其毫无保留 直接说出有关乔治的信息 想让对方帮忙分析一下 看着对方的社交账号 长发哥具中肯的建议 首先 长相无可挑剔 其次 职业也很不错 可令长发哥在意的是 对方发表的朋友圈 并不像是记录生活 而是有种炫耀自己 静等于而上钩的感觉 或许只有男人之间 才能清楚彼此在想什么 可陷入对方美色无法自拔的安娜 并没有把长发哥的建议放在心中 长发哥只好表示 如果要和乔治约会 务必打电话通知自己 以此来确保她的安全 安娜很是矛盾 一方面是对王夫的愧疚 另一方面又对乔治念念不忘 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安慰 她在王夫的坟前 送上了一束鲜花 此日 安娜和乔治迎来第一次约会 两人在谈及彼此的工作时 才意识到双方经济的悬殊 安娜一天的工资 可以顶得上乔治一个月 在这种巨大的差距面前 让这个男人有些自卑 她不想在公共场所谈及这个问题 随即带着安娜来到家中 乔治故意换了一身装束 露出健碩的肌肉 这样安娜有些不知所措 乔治将欲擒故纵玩的迷迷白白 她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接着带对方去压马路 碰巧天公不作美 临时下起瓢泼大雨 乔治展现出自己绅士的一面 将外套披在对方身上 两人来到角落躲雨 正当气氛逐渐升温时 安娜却表示 对这种漏洞百出的三段式PUA技术 在自己面前布置一提 如果想要用此技巧来发展 更深层次的沟通 那恐怕还得再练一段时间 安娜将外套还给对方 头也不回的离开现场 回到家中 安娜给长发哥打去视频 想要寻求对方的分析 长发哥表示 你自己都能看清楚乔治的依托 那何必还需要我来分析 说白了 这就是基于生理需要 如果有需要 可以来找自己 安娜渐轻这么不正经 随间挂断电话 独自一人去发泄苦门 这天安娜收到人所复查的信息 她来到医院 在等待的过程中 碰到一个神秘的病号 她对着安娜 说了一些神神叨叨的话 让对方听得云里雾里 恰好 护士来让安娜进行复查 这才打断这次谈话 这次乔治是来找安娜 约一个日期动手术 安娜对上次的约会耿耿于怀 不由得出现询问对方 乔治表示 约出来的是你 中途离开的也是你 自死至终 她都没有任何有失道德的事情 一切不过是安娜妄想巴拉 看着乔治平静的面色 安娜只感觉自己理亏 回到家后 她对乔治念念不忘 于是在第二天 她再次约对方出来 两人打算重新开始 这一次 安娜将对方带进家中 乔治爱猫的行为 无疑是个假奔项 随着几倍酒下多 乔治已经能够准在安娜的膝上 对方宠溺的抚摸着她 两人的关系正在逐步拉近 乔治想要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 却遭到安娜的拒绝 她没有放弃 表示自己随时都可以为爱情献身 晚上 乔治在沙发过夜 她趁此机会 翻看安娜的抽艇 发现对方和王夫的合照 而卧室内 安娜正拿着王夫的戒指 陷入城市 为了缓解这种尴尬 第二天 安娜丢下工作 带着乔治去冲浪 一天的玩耍之后 两人的感情 也在此刻达到顶点 事后 安娜在开设时 被领导问责 情绪激动的她 没有控制好脚下的力度 当着交警的面 超速行事 最终被暂扣驾照 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压 安娜想要寻求乔治的安慰 可对方竟然三天不回消息 宛如人间蒸发一般 安娜起了杂碎手机 一不小心 还伤到自己胳膊 她忍无可忍 给乔治打去电话 对方表示 这一段时间工作比较忙 所以才忽略掉安娜 明天需要带着病后 去其他地方就诊 在此之前 希望晚上能见一面 安娜拿不定主意 转身找到长发哥 长发哥一针见血地表示 你已经对乔治上瘾 无法自拔 在不知不觉中 落入对方示好的陷阱 长发哥有些危言耸听 但安娜相信 乔治不是这样的人 她来到乔治面前 说出自己不幸的遭遇 希望用真诚来打动对方 在安娜看来 她喜欢乔治 可乔治冷漠的太多 以及欲清故宗的把戏 显得对方不像是谈感情 而是混迹情场的高手 可在乔治眼中 自己不过是安娜王夫的替代品巴拉 两人始终 没有保持在同一频道上 这一时 乔治看到 身后桌子上一个猥琐老头 一直在盯着安娜看 不由得怒火中烧 想要上前讨个说法 结果被服务员赶出店去 这一行为 也让安娜看出 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 两人神秘主神书饭 画面一转 乔治来到那神秘病号的家中 原来对方是一位PUA大师 乔治这些天来的行为 都是对方一手教授的 如果安娜能上当 就出言鼓励对方 若是没有中计 那就想办法让其感到内疚 尽管安娜对此心知肚明 可她从乔治身上 获得的新鲜感 足以令其心甘情愿 成为对方肆意摆弄的奴隶 安娜叫来白猫 想听听对方的看法 白猫表示的是 他最担心的是乔治心怀不轨 可能怀揣着某些目的 刻意来接近你和利用你 所以为了能够找到最后的答案 白猫建议按兵不动 看看对方要搞什么幺蛾子 画面一转 乔治并非是带病号去看病 而是来到大师家中 除他之外 还有许多客气一样的人 如同学徒一般 听从大师的教诲 他们把恋爱当成游戏 将女性的感情玩弄于鼓掌之间 在和多数女性交往中 获得肉体和心灵上的生花 乔治作为信任 很显然没有这些老鼠厉害 大师让其再接再厉 下次带着战利品回来 证明自己的实力 另一边 安娜在媒体面前 召开一个大型产品发布会 在乔治离开的这段时间内 安娜的事业取得巨大的发展 每当自己寂寞难耐时 她就会来到健身房 将自己的体力全部消耗殆尽 这样就不会再继续胡思乱想 这天 乔治从外地回来 与安娜在饭店碰面 安娜留了个心眼 给手机打开录音 她想听从长发哥的建议 将乔治的说辞录下来 然后拿回去给她进行研究 要说长发哥非常的专业 给予对方最中肯的分析 当安娜发起提问时 乔治就把话题 转移到对方不懂的领域上 比如安娜询问乔治 这段时间有没有勾搭其他小姑娘 对方则会反驳 自己是个医生 她工作时都不知道 看过多少女人的裸体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 没有一次用直接了当的态度 来回答安娜提出的问题 对此 长发哥以及心理学朋友 建议安娜要把这次恋爱 当成战争看待 因为当下的媒体环境 已经让多数人 失去所谓的真诚和信任 彼此之间都在勾心斗角 就连恋爱都要学会一定的套路 这样的结论 让安娜眉头紧锁 她自己一个人是拿不定主意 于是将自己和乔治的交流信息 告诉给闺蜜们 为了验证对方 真的不会对其他女性感兴趣 一位闺蜜自告奋勇 愿意以身视线 她打着整容的谎子 来到诊所 故意说出一些挑逗 带有暗示性的话语 不停挑战乔治底线 乔治顶住压力 并且还反讽对方凶响 这给闺蜜气得不轻 通过这次试探 安娜对乔治的表现非常满意 她和乔治拥吻在一起 经过一夜缠绵 乔治按照大师的指示 得到床证后 立刻返回大师家 未曾想这一幕 被安娜看个阵着 她用手机拍下照片 并将其发送给长发哥 长发哥当今认出那名大师的身份 毕竟都是学心理的 除此之外 她还是一名政治顾位 曾经因为一起刑事案件 被抓进局子 现在已经刑满释放 如果她是乔治的上司 那么所有的事情 就都能解释得通了 大师故意让乔治接近你 目的是想从这得到什么东西 安娜一头雾水 她一不是政治寡头 二又不是著名富商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获得的东西 长发哥解释道 她正在接受心理操控的训练 安娜这样心理坚强的人 是其不可多得的试验材料 安娜大为震惊 她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给正在听课的乔治打去电话 对方借口正在上班 不方便接电话 接着安慰安娜 到时候会应邀参加婚礼 让她放心 画面一转 安娜带着乔治 出席闺蜜的婚礼 这是众人第一次见面 简单的介绍一番 大家就各自去忙 乔治在婚礼上的表现 超乎安娜想象 非但没有搞砸现场 反而让全场氛围达到顶点 接着酒精 同样来参加婚礼的长发哥 当着乔治的面 和安娜勾肩搭背 让其非常吃醋 乔治来到安娜面前 表达自己的不满 最后独自一人扭头离开 这熟悉的一幕 让安娜回想起自己的王夫 当年王夫也是因为 安娜和商业上的合作伙伴 走得非常近 而吃醋 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安娜想要一脚油门撞飞乔治 却又狠不下心来 她受不了这种PV 回到家后准备自杀 幸亏乔治及时赶到 这才避免悲剧的发生 乔治嘴里一边说着爱安娜 一边又指责对方 不懂的如何去爱 便主动提出分手 将PUA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样的做法 让安娜摸不透 带着疑问 她通过长发哥的朋友 找到一名心理女医生 她为什么没去找长发哥呢 因为安娜还在生气 对长发哥 在婚礼上触碰自己 感到不满 女心理医生 根据安娜的前后两次感情经历 分析出来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王夫和乔治 都属于那种高级人才 在各自的行业内 都有着极深的造诣 安娜最初的想法 都是认为 对方拥有着智慧和魅力 能在生活中保护自己 可事实上 安娜内心充满内疚 总认为自己不够优秀 配不上对方 乔治也在分手时表示 安娜不够成功 不停的贬低对方的自身价值 造成一种身份地位悬殊的察觉 在加重安娜的自卑和愧疚 女心理医生不停开导安娜 表示这一切都不是她的错 是因为操纵者 在其身上 实际上太多的扭曲感知 她利用自己的PUA方式 在安娜脑海中灌输恐怖和依赖 最终控制其思想 获得双方关系中的绝对权利 就在女心理医生 为安娜开导时 长发哥的朋友 装作新人 卧底到大师家中 毕竟没有人知道她真实身份 这对其而言 是一道独特的保护色 所谓不入虎穴 沿得胡子 她此行的目的 就是弄清楚 大师是怎么培育他们 使用PUA的手法 大师叫来一个新学员 得知对方还在恋爱 并且有个相处两年的女朋友后 立刻让其给她打去电话 并且提出分手 在大师的鼓励下 新学员虽有不舍 但还是硬着头皮 用强硬的态度 让对方说说东西 今晚离开 随后挂断电话 大师非常满意 他解释道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锻炼学员的意志力 同样 他并非是要拆散这对情侣 而是要让女方 将自己的位置 摆在男方之下 当学员今晚回家后 就会拥有一个温顺的女友 为什么 她们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控制其他人的内心 安娜不解 女心理医生分析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 通过扭曲另外一个人的心态 从其手中 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归根结底 都是满足欲望和权力 根据女心理医生 之前诊断的患者来判断 大多数受害者 在受到创伤之后 还会对施暴者产生依赖之情 在这种扭曲的关系下 让PUA变得更易成功 安娜后知后觉 自己啊 就是遭到王夫的PUA 才变得郁郁寡欢 直至今日都未能走出阴霾 经过女心理医生的指导 她豁然开朗 如火行身 从女医生那里离开 安娜来到王夫的背前 彻底斩断之前的怀念 长发哥的朋友 趁着大师和乔治不在时 悄悄把开着录音的手机拿回 她从中得知对方的计划 是要将安娜逼到自杀 以此来验证PUA方法的可行性 安娜听后十分震惊 长发哥的朋友也表示 自己为了安全着想 不再会蹚这趟浑水 安娜找到汽车修理中心 调查王夫死亡时 汽车的状况 作为医生 她有权利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埋 工作人员表示 这需要一段时间 接着 她拿着录音找到女心理医生 安娜认为 自己已经掌握主动圈 想对大师展开反击 女医生则表示 让其立即报警 向警方寻求庇护 安娜不想这么早收网 她对乔治还抱有一丝幻想 想知道对方究竟是被大师胁迫 还是自远而为 女医生表示 如果当面抽穿一个人的秘密 对方极有可能恼求承诺 使安娜陷入危机之中 无论如何 都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报警才是最佳的选择 安娜转头 去找自己当初合作的商业伙伴 对方虽然是个富老头 但色心不死 对安娜抱有幻想 因为早年失败的婚姻 让其彻底看透爱情的本质 她只想找一个 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女性 再诞下一个儿子 便此生无怨了 安娜直入主题 表示 自己要激怒乔治 来验证对方 是否深爱自己 期间可能会产生冲突 所以她希望富老头 能派手下保护自己 不受乔治的伤害 富老头听罢 拉着安娜来到办公室内 她打算让安娜 用身体作为报酬 对方心知肚明 借口上厕所 从后门逃出魔爪 本以为一路顺利 使之半路上 富老头带人截住安娜 安娜不会向富贵递偷 她表示 爱不是权利的逼迫 接着收回请求 不再需要富老头的帮助 安娜开始相亲 故意在乔治面前 和相亲对象吃饭 同时 她和大师握手的场景 也被乔治亲眼目睹 甚至 还故意让邻居在家过夜 装作自己生活作风 不检点的样子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激怒乔治 这一天 大师约见乔治 拿出手机 里面的监控 将长发哥朋友的录音 全过程拍摄下来 大师有些做不住 他要求乔治尽快动手 让安娜死于自杀之中 否则 事态暴露 所有人都会被抓进局子 乔治对安娜还有爱意 于是警告大师 离安娜远点 接着 他按照安娜的邀约 来到餐厅 安娜已经布下重重陷阱 就等乔治生气 在一番言语攻势下 对方破防 想要在餐厅 对安娜出手 主要的保安意用而上 将对方成功拿下 这一行为 让乔治耿耿于怀 在安娜的作品发布会上 乔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走进大厅中 当着安娜的面 和其他女子纠缠不清 还表示 安娜不过是自己手里的一个病人 丝毫没有提及这些天的感情 这样她有些上火 在回家的路上 维修厂那边的工作人员 发来信息 里面记录着 王夫的车祸现场调查报告 肇事车辆刹车距离很小 没有摩擦 意味着是司机故意为之 换言之 这是一场凶杀案 安娜精神有些恍惑 她闭上眼 任由汽车撞向障碍物 乔治听闻情况 第一时间来到医院 万幸的是 安娜伤势不重 没有生命危险 不久后就可以出院 这场意外 已让安娜重新认识到 自己在乔治心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 乔治不知道 这是一起意外 还以为是大师的手臂 随家带着怒火找上面来 不由分说 对着大师一顿宝藏 留下一句警告后 便扬赏而去 满脸是学着大师 不甘心吃这么大的亏 随家 暗中联系到 乔治工作的医院院长 别忘了 大师曾经还是一名政客 手里拥有一定的权利 经过他这么一番暗像操作 乔治丢了工作 安娜在乔治的悉心照顾下 很快恢复如初 在得知乔治的真心后 两人重新确立恋爱关系 出院后 安娜从维修厂工作人员手中 得到关于王府死亡信息的详细报告 里面有一张图片 与父老头办公室内的画作一模一样 很显然 这场事故和其脱不开干系 安娜找到父老头 送上一束鲜花 向之前的莽撞态度道歉 接着希望对方能伸出援手 帮助乔治摆脱困境 同时 他答应对方的要求 事成之后和对方待在一起 面对这样的条件 父老头没有拒绝了道理 安娜回到家后 把闺蜜们召集起来 说出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 白毛将安娜的觉醒看在眼中 由此也得知对方的计划 这天 到了安娜做手术的日子 乔治打算 趁医院院长不在 偷偷溜进去 为其进行手术 与此同时 父老头也展开行动 电光火石间 拿下大师 以及其党羽 转眼间 他们就被带到一栋废弃的楼房内 父老头未给对方一点教训 一下子将大师小弟推到楼下 但他并未对大师下手 原来 他们之间还有一层关系 那就是大师的徒弟 也就是安娜的王夫 和父老头有过交集 看在这个面子上 他决定饶大师一命 本以为尘埃落地 未曾想 周围钻出一群特警 瞬间将所有人拿下 大师抬头看去 发现白毛正在凝视着自己 原来 在得知安娜要牺牲自己 保全乔治后 他不甘心闺蜜落到这个下场 虽然动用自己的关系 帮对方摆平这个烂摊子 大师恶贯满婴 父老头也罪行累累 当年 父老头发现 安娜长得很像自己前妻 于是打起歪主意 计划让安娜的王夫 将其送到自己的床上 可令其没想到的是 他们两人假戏真作 甚至还结成夫妻 这样父老头怀恨在心 虽然策划起这些谋杀事件 另一边 安娜手术顺利结束 和乔治过上幸福生活 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本篇名叫《活出自我》 讲道理 单看篇名 应该是一部励志片 看完才发现 这与篇名旅程不达马嘴 反倒是向一部教育观众 如何摆脱PUA的举行 我个人认为 影片之中 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 那就是安娜心中的阴霾 并非是自己造成的 而是被其王夫 以及各种PUA达人 所埋下的火端 这并非是一种自我就说 更像是摆脱某种困境 与活出自我毫无感谢 除了这一代印象之外 影片中 故事逻辑顺序非常混乱 导演想要表达的意思 太过啰嗦 明明几句话 就能讲清楚的事件 愣是能够脱身一劫